你好,這裡是QA的電腦 今天我來給大家講解怎麼樣連接電話線 首先你會收到這個來電顯示的盒子 然後一條線,一條白線和一條黑線 黑的這個USB的線已經給你插在這個盒子上面了 然後你這個白線呢 白線這個水晶頭要接在這個LINE上面 看到LINE1上面,不要接TELY,接LINE1 TELY不要接,空字這個不要接 然後你就得到一個白頭 白頭啊 然後USB這個頭 USB這個頭是接到電腦那邊 白頭是接到哪裡?接到牆壁的BT 看清楚這個BT這個字樣 必須接到BT的盒子上 然後這是你現有的電話 你現有的電話接在這個 這個叫做過濾器 過濾器 然後我們把這個扒下來 看到沒有?扒下來的哈 然後這個叫做分支頭 分支頭又叫一變二 就是一頭插進去會變出兩頭來 看清楚啊 把分支頭插到牆壁上面去 電話線,剛才的電話線啊 剛才電話線再插回去 插回去啊 然後這個來電盒子 看清楚來電盒子啊 來電盒子的白線 白線這個頭 再插回去 一變二 OK搞定 不要插在這裡哈 這個是寬帶用的 寬帶上面寫著 DDSL 使用來接寬帶的哈 所以這個是過濾器 使用來電話用的哈 我們這個來電盒子 要接到牆壁上面去哈 這個要接到BT上面 然後要逆按這個 一變二的分支頭哈 就是一插進去變成二了 好了 今天就給大家介紹到這裡哈 如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 跟我們聯繫哈 這個USB是接電腦 就不願講解了哈 謝謝你